我讲过好几次 人生极其意 追求目标 追求季节 追求快乐 追求女朋友 追求一个美满幸福的家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讲人生 以前要五子登科 现在要几子登科 七子登科 为什么要七子 我们先聊聊以前五子登科 五子登科第一个要什么 要有一台车子 为什么 为了要把马子嘛 对不对 为了要把马子 一定要有一台车子 什么都可以 没有 一定要一台车子 至少要能出去挂嘛 对不对 有了车子以后 要开始把马子要花什么 要房子 所以第二个要怎样 先赚钱 有了车子 女朋友已经锁定了 接下来要怎样 赶快赚钱 所以这样要有银子 有了银子以后 追女朋友 要成为未来的伴侣 一定要许下一身 最重要的成果 要给他一个家 所以要买一栋什么 房子 第三个就买了房子 买了房子 他终于愿意嫁给你 成为你的什么 妻子 对不对 成为你的妻子以后 有家有老婆 快快乐乐 就会剩下一个什么 孩子 五指等科 以前叫圆满 同意吗 现在没有 各位 为什么现在没有 现代人 就像我们讲的 问题多不多 竞争答案 所以老天爷给我 每个人的功课都不一样 同意吗 面对人生功课的时候 你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你要不要有人生 要学习面对功课的问题 要不要 所以 你要有什么 你要有脑子 第六指叫脑子 学习 不断的成长 去面对人生的一切 OK 可是 我们要七指登科 为什么要七指登科 你有了五指 你也有了脑子 知道学习 如何去面对一切 但是如果没有了生指 这前面六指 都一切归零 同不同意 所以各位 最重要要有一个生指 OK 有了生指 前面的六指才能够圆满 各位同意吗 所以相对 当我们在极其音追求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去看看自己的生指 我们的亲爱的妻子 以及小孩的生指 甚至以前 张开他的羽翼 保护我们的父母 他们的生指是否安好 用四句话来总结 我们今天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论点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三个作风 事相作为 一个中心 什么中心 轻易以健康为中心 有了生指 一切的存在 才有价值跟意义 同意不同意 第二个 两个基本点 第一点叫糊涂一点 第二点叫潇洒一点 人生有时候不要太计较 各位同意吗 有时候要糊涂一点 装奔 人生本来就没有圆满了 第二个潇洒一点 放得下 愿意舍才有什么 才有得 好 第三个作风 助人为乐 知足常乐 自得其乐 永远保持什么 快乐 人生就像我讲 老天爷我们功课不一样 没有什么角度去面对 你可以痛苦的面对 讨厌的面对 你也可以快乐的去面对 OK 第四个 喂 喂 四项作为 多走动 多分享 多点爱 多不识 各位同不同意 所以各位 进来我们围垒之后 除了改变产生的力量 多把我们这个 所谓大事情的产品 多出去跟朋友怎样 分享分享 多去走动走动 把一个好的东西 充满心中 让它像是一种爱 跟别人分享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赚你几毛钱 而是在现代社会 你真的需要它 健康是这么的重要 因为有了身子 才有人生所有的一切 各位同意吗 你的每一句话 都在做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不是 所以各位 多走动 多分享 多点爱 多不识 四句话 祝福大家 在未来 我们累累 回累 不管事业 人生 身体 各方面 都能够成功 好不好 今天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